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2.3部分 Basic的一个OSPF 就是基本基础的一个OSPF配置 好,那我们看 这个是有要求啊 大家注意一下 所有路由器的OSPF进程号是Y 那就是你的Rug号,对吧 所以说我们不要随便用了 这个一定是你的这个Web号 Rug号 好,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它描述啊 描述呢是 我4,1,5 这个真正记的一个环境 它们互联的接口 以及这三台设备的环围口 还有R1上面的S3-0-0 也就是连接Backbound的那个接口 都是处于去0中 这个要搞清楚啊 就是它们互联接口 环围口以及上面的接口 都是在去0里面 并且呢是不能去修改 接口的默认OSPF网类型 好,那现在我们想一想啊 那这个配置非常简单 对吧 就Network进来就可以了 但现在这个真中记的一个环境 如果说我们不去修改网络类型的话 它默认的一个网类型 是不是NBMA啊 那么NBMA的话 它的邻居是起不来的呀 对不对 那起不来怎么办 那我们就想到 指邻居 对吧 指单不邻居 好,指单不邻居呢 这个邻居是能够起来的 我这个三个设备上都会去指 对吧 1指4 1指5 然后5指1 4指1都指 那么起来以后呢 我们想 这种情况下 这是一个Hubspoke 这样的一个网络环境 那么如果说我4变成DR的话 那这个路由传递 是不是就有问题了呀 没错吧 你变成DR 那现在你和4 有没有理解关系 没有 对吧 那它是这个 有可能是BDR 比如说DR这儿 那过来的路由 我是R 我是收不到的 对不对 这个路由同步肯定是有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讲OSPF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Hubspoke这样的站点 我们去运行OSPF的时候 这个Hubs点一定是DR 对不对 然后其他Spoke点 你可以是BDR 也可以是这个DR 对吧 所以我们这是需要注意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些都明确了 对吧 接下来就去配置就可以了 好 那首先我们看这个 我们在 首先我们在1上去配置 由于我们全局呢 已经配过了这个RouteID呢 对吧 所以说我直接OSPF1就可以了 你不用去配了 如果说你平常去配 这个OSPF的时候 是这样加RouteID的 对吧 所以现在我就不用加拿直接OSPF1 好 然后呢是我要做一个区域0 对吧 然后去Network 10.1.145.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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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那这种方式是精确宣告这个地址 对吧 然后Network 157.68.1.1 0.0.0.0 OK了 好 那这样我们R1是不是宣告完毕了 对不对 好 那么但是呢 你当和4和5都宣告完毕了以后 这个邻居关系是起不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是不是要指这个Peer啊 对吧 好 大家注意一下 Peer呢 是在我们OSPF进程下去指 不是在区下分指 是吧 好 10.1.145.5 对吧 然后再指一个4 是不是可以了 好 同时你R1是不是一个Hub点 Hub点的话 你这个S1.0.0 是不是要让它变成一个DR啊 那么DR的话 是不是可以通过DR优先级去修改啊 对吧 那这个怎么去配呢 就是这个OSPF 这个 Hello 这个 OSPF DR优先级 直接改就行了 改大点 对吧 好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4和5上面的 设计上面 去配料 OSPF1 然后去0 Network 10.1.145.4 0.0.0.0 好 10.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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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 刚才我们忘了一个东西啊 就是R1的环境口没有宣告 对不对 好 一会儿去宣告 我们再指下 10.1.145.1 好 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想一个问题 现在呢 你Hub点是DR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优化 你们两个就不要做BDR了 对吧 反正也是HubSpoke嘛 你这个DR荡掉以后 就算你起来也没用嘛 对不对 所以说 呃 我们建议大家是在 这下面 就是4和5的这个 FR接口上面 去敲一个OSPF DR的priority 变成0 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5上面 OSPF1 然后是 去0 Network1 10.1.145.5 Network10.1.5.5 对吧 然后 Pier 10.1.145.1 好 就可以了 对吧 好 按用记号 S0-0-0 然后 这个 OSPFDR priority 0 好 就可以了 好 我们R1上 这个 OSPF1里边 这个 去0里边 去Network10.1.1.1 这环线口没宣告 好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敲完以后呢 我们怎么去检查 那么Display OSPF Pier凝聚关系 好 那这里边就能看到 有两个凝聚 对吧 或者呢 你加一个brief的一个参数 这个是看一个简略的信息 对吧 取负的状态 包括凝聚是谁 对吧 都能看到 好 你或者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 这个 刚才我们看这个 Pier的时候 其实里边也有 你看有DR嘛 对吧 好 或者呢 你也可以去 Display OSPF Interface S1-0-0 这个接口 好 这里边我们能看到 看状态是DR 对不对 然后DR优先级是多少 然后TableS NBMA 是不是都可以看到 就这个命令 好 那么看完邻居关系呢 以后呢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路由 是否是全的 好 那么看 两环口路由 OK 好 那这是这个 2.3部分的 第一小节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么下面呢 是划分其他的区域 R1的G0-0-1 就这个网段 和R5的G0-0-1 这网段 还有Switch3上面的 VLAN15 这个接口 都属于OSPF 去15 是吧 这15 然后R5的S3-0-0 这个接口 和6之间的 还有这个 包括6的环口 都属于OSPF 去56 是吧 好 接下来是这个 R5的G0-0-0 这个口 和3的0-0-1 以及3的环口 都属于OSPF 去35 是吧 好 然后3的G0-0-0 这个口 然后这个 S3-0-0 这两口 还有R4的2-0-0 和Switch1的VLAN30 都属于这个OSPF34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这个图 去做一个基本的操作 就可以了 好 首先R1上面 好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敲这个的时候呢 一定要按照需求敲 你看需求里边 它写得很明确 哪个接口 哪个环口 是哪个区域 是吧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宣告接口 肯定是没有错的 但是环口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有可能会宣告错误到区域 是吧 就不符合提名要求了 好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 那这个是15 我们去宣告 10.1.15.1 好 这个就要定 是吧 然后是这个Switch3 嗯 大家就想 花围的这个交换机呢 我们看Switch3是3700 对吧 它这交换机呢 有二层的功能 也有三层功能 并且它默认这个三层功能 你不需要开的 它路由功能也是打开的 对吧 你就直接去配OSPF1 啊 就没问题 对吧 然后去这个15 Network10.1.15.11 啊 那么配完以后呢 我们观察一会儿 它的邻居能一起来 而且也能学到路由 啊 依据拼测呢 也是OK的啊 那R5 OSPF1 去15 Network10.1.15.50.0.0.0 好 然后去56 Network10.1.5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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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区域35 Network10.1.3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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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 R5就配完了 那么接下来是R6 R6的话是 这个R6的一个环规口 也在区56里边 对不对 所以OSPF1 然后区56 Network10 Network10.1.56.6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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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Network10.1.6.6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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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对吧 好 就可以了 6就配完了 好 然后是这个3 好 3的话是 OSPF1 区域35 Network10.1.3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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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 那现在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R3的环规口三档 还有影响吧 R3的这个环规口 也属于区35 对吧 所以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最好看一下需求 不要搞错 这种错是第一错 Network10.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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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另外一个区域 区域34 Network10.1.3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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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10.1.3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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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3就配完了 对吧 接下来是4 好 4的话是OSPF1 然后区域34 Network10.1.3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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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一个 然后接下来是4V1 4V1是OSPF1 然后区域34 Network10.1.30.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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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样 我们看啊 这个所属的OSPF区域 我们都配完了 对吧 那接下来是我们如何去检查 你的配置是OK的 那么检查的方式呢 也是通过两部分去做 一个是邻居关系 一个是你的路由全不全 好 那么检查邻居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大家是这样去检查 首先我可以在我上去检查 那么五常检查呢 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检查好几个邻居 R1的 对吧 随之3的 然后这边R1的 然后R3的 R6的 对吧 然后接下来你再到R4上去检查一下 1的 3的 再到3上检查一下 是不是全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找一个中心点 这样检查比较快一点 好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 Display OSPF 这个Pier BRIVE 好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直接去数了 这是一个两个三个四 对吧 然后从S1-0口有一个 真正记环境 从0-0-1有一个 以太 从0-0-0有一个 对吧 从S3-0有一个 全了吧 对吧 全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后面 后面是不是少一个 你们看和1有两个邻居关系 和3有邻居关系 和6邻居关系 和S3-3没有邻居关系 对吧 没事吧 好 S3-3是没有邻居关系 我们看一下 Display OSPF Pier BRIVE 好 显得没有啊 看一下这个有没有配置错误 要 好 我们看 宣告错了吧 这属于自刷 对吧 10.1.1 5.11 10.1.5 5.13 才对 对不对 所以说 你看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配错了 你要去检查 就能减得出来 但是你要是 觉得这个很简单吗 没有啥错 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会出错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去检查邻居关系 好 应该是五个邻居关系 我们看 多了一个13 这叫方机的 对吧 好 这个就对了 然后我们在4上去观察一下 4上的话 应该有几个东西 一个 两个 对吧 OSPF Pier BRIVE 两个 OK 一个是一个是3 那么在3上再去看一下 Display OSPF Pier BRIVE 那上面有4 有11 有5 这有全了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去看一下路由 那么看路由的话 在哪看呀 我建议大家是在 这个 Switch 1上去看 对吧 Display IP Routing 这个Portacle OSPF 我们看一下路由 13456 13456 这是环境口 然后是15 10网段 然后34 34网段 然后35 35网段 36 56 56 56网段 然后还有个145 真正级网段 最后有一个 backbomb 不要丢掉 对吧 好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全了呀 你也可以采用拼呀 3.3 去拼一下看通不通 这些都可以啊 好 那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 OSPF的一个 2.3部分基础配置 就讲完了 然后主要是我们要好好检查 好